一个月后 一身颇有些狼狈的林小竹 站在了冬月国金城的大街上 他本来是打算等那辆货车检查的时候 再下车租一辆车往前走的 却不想 那商队大概这一路是走惯的 一路来这些守关卡的狱卒 跟王老板都挺熟 根本就没有去检查这个车辆 便是出北渊国境时都不曾 此时又是初冬 坐在棉花堆里暖和舒服得很 身上带的干粮也是不怕松 他自然是乐得乘便车 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每次到了小镇 商队的人住下之后 他便也下车进店 要个房间住着 洗个澡 补充点干粮和水 早上趁他们还没有起床 便又上了车 白天少喝点水 也不用上厕所 每天就这么在车上 吃了就睡 睡了就吃 睡不着就打坐练功 跟着商队走了一个月 终于到了冬月国的京城 看着陌生的街道 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 林小竹带着面具的 又黑的脸上 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 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 靠自己的本事 闯下一番事业 是他穿越以来 最大的理想 前一次离开北渊 他没有得到实施 现在什么羁绊都没有了 他将在这一片陌生的土地上 施展拳脚 创造自己的未来 见来来往往的人 都逼着自己走 林小竹哑然失笑 四处看了看 转身朝右边的方向走去 那里便有一个成衣铺子 他得去买一身新衣服 这一路来 最让他忍受不了的 便是没有衣服换 大冬天的 洗了衣服也干不了 他只能忍受着 七八天才换一次内衣 至于外面的这身棉袄 却是一直没有换过 闻闻时尚都有味了 难怪别人都逼着自己走 买了衣服 找了一家小客栈 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 又叫了一桌子好菜 通通快快地吃了一顿 这才在暖暖呵呵的火炕上 坐了下来 思索着自己接下来 要做的事 在南海国 沈子翼的父皇赐的珠宝 折合银票有五千两 他还了一千九百两给沈子翼 身上还有三千两银子 再加上他原来卖烤鸭 以及跟沈子翼合伙卖资画所的 现在他的身上足有四千多两银子 他刚才买衣服的时候 探听了一下物价 发现这冬月国因土地肥沃 极为的负数 因而物价也很高 想来房价也比较贵 铺子也绝不便宜 而他一个人到这里 人生地不熟 毫无根基 手下也没有得用的人 乍一开始就开一家大酒楼 投入多 管理难 一旦引起一些人的觊觎 必然有大麻烦 看来还得从小馆子做起 那做什么呢 最适合做的点心铺子和火锅店 还能再做吗 袁天爷手下的人 会不会再到处找他 林小竹看着眼前跳动的灯火 咬了咬嘴唇 早在听到那段对话的时候 他的心里的感情就被冰水给浇灭了 想起袁天爷再也没有了那种心痛的感觉 他现在考虑的是如何躲过他的追查 不过 他既对自己没有了兴趣 应该不会再派人来跟他过不去了吧 想起这事 他忽然就没有了心情 累了一天 他也不愿意再勉强自己 脱了衣服就吹了灯 便躺了下去 第二天一早 林小竹醒来洗漱之后 便穿得暖暖呵呵地出了门 虽然昨天晚上没有拿定主意 但此时闲着也是闲着 他决定要出去考察一下这月经城的早餐情况 冷冽的寒风吹拂在空荡荡的街道上 昨日白天还熙熙攘攘的大街 此时却是关门闭护 根本没有什么人行走 林小竹在街上走了好一会儿 才终于在转角的避风处 看到一个挑担子的中年男子 正站在那里 嘴里喊着 云吞 云吞哦 见了林小竹 他停下脚步 问他 道 这位公子来一碗云吞 好 林小竹点了点头 那人迅速地把担子放下 把一头的折叠桌子和小板凳拿下来 安置好 请林小竹坐了 然后捅开另一头的炉子 锅里的水很快就滚了起来 下云吞 趁此时机 快速地往一个碗里面 加了紫菜 盐 葱 然后再加上了一勺 熬好的汤 等煮云吞的水开了之后 再往里面渗一次生水 等它再滚 便可以把云吞捞起来了 放入碗里 便端到了林小竹的面前 客观起慢用 大叔 您这么一早卖云吞 可有人吃 林小竹问 那男人摇了摇头 叹了一口气 道 唉 原先还好 近来天冷了 生意越发不好了 林小竹看着空荡荡的街道 和稀稀拉拉的行人 皱了皱眉头 这轩辕潮的四个国家 北烟国里有一个北字 在地理位置上 其实更像是安徽江西一边 而这东越国 则是更像中原地区 天气倒是比北烟还要寒冷 人们吃的是面食 睡的是火炕 在这寒冷的冬天 人们又不用像现代人那样 要赶着去上班 自然是在家里做一些吃食 不愿意跑到外面 花钱吃东西 看来做早餐这一行 没有什么前途 林小竹吃了一个云吞进嘴里面 发现这云吞做的味道一般 大概是为了节省成本 馅料用的都不是好肉 做这么多年的厨子 她的嘴巴已经给自己灌坏了 本着不浪费的原则 勉强把云吞吃完 付了钱 便继续往前面溜达 在街上转了一圈 果然见不到几家早餐店 便是有 也是些卖包子馒头的店 顾客也是寥寥无几 林小竹又走了两条街 转到正街之上的时候 看到两边的铺子仍然是紧闭 正要往回转 回客栈去 却看见几个吓人的模样的 手里提着一些纸包 从前面步履匆匆地 从那边走过来 看那纸包的样子 正是古代装糕点的包装 难道那边有一家糕点铺子 在这大冬天的早晨 生意很好 他不得好奇心大起 朝着他们来的方向走去 转过街角 林小竹便看到一家店铺 开着门 门头上写着 鱼记点心铺子 而这点心铺子的门前 还有几个人正进进出出 出来的人手里面 果然便是刚才看到的那些纸包 而这些人都是亲衣小貌 正是吓人的打扮 林小竹眉毛微微移动 走了过去 进了铺子 看到砂厨放的 果然是一些玫瑰饼 马蹄膏等点心 外观都很精致 生意这么好 想必味道也不错 看来这个点心铺子 跟他以前在北延开的 玉转斋是一样的 做的都是有钱人的生意了 от沙堂度 打扮装 打扮装 门头 打扮装 打扮装 打扮装